本集完 我今天來開箱 軟體工學律 然後這張是我之前買的那個 Payapon的Caputo 然後這個我做了快一年了 我覺得非常滿意 它到現在還是非常的紮實 而且 這張一萬二 然後當初其實我 猶豫了很久 到底要不要買 現在快一年了 我的心得是太值得了 因為我是軟體工程師 很長時間坐在電腦前面 買了這個之後 各種腰痠肺痛疑蠻雜症 腿痛那也痛三故事的 要到病除 已到病除 所以我覺得這個錢花得非常值得 之前在挑的時候都覺得 別人說一定要試做一定要試做是 我都不信息啦 可是我自己試做晚一大輪之後 我結論也是真的一定 人體工學一定要自己去試做 因為我當時是先向中其他幾張 結果試做之後就不滿意 後來一連串的一直試做 然後我有把整一個所有的試做相關的文章 跟阿豬一起試做的時候 這張是我最滿意 他也覺得很好做 可是這個就 因為我大概179.5 號稱180 阿豬請問你要抱什麼身高 153 好阿豬153 號稱155 很多你覺得很漂亮的人體工學衣 你去到現場的時候做起來 他會各種ㄍ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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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是很扎實的會hold住你 那這張阿豬也覺得好做 可是呢他的身高跟這個頭整啊 整個形狀就有點不匹配 這個這張以椅子來說他偏大張 適合我這樣的 那還有更距的人就適合別張 那個我也會放在資訊欄的那個重點這裡面 那當時試到最後 是有兩張滿意的 一張是 這個是適合我這個 那阿豬就適合 剛好也是被動的 比較小一點點的 我當時就是在這兩張猶豫 那最後買了這張 今天要來開箱的就是 另一張要買給阿豬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做太 覺得太值得了 然後阿豬本來是不想 花到人體同學的錢 但是他現在工作的關係 他在電腦前工作的時常越來越長 他就開始有一點腰痠 悲痛的症狀 所以 立馬再來一次 希望可以移到病處 所以今天要來開箱的就是 但是 一樣是被動的 這張MEM吧 我覺得這張也是CP值啦 那 這張一萬二 這張是八千九 好興奮喔 他就比較適合提醒 稍微小一點的人 當時現場試作 那 可是我們試作已經是 可能將近一年前了 那等等現場組裝起來 我記得 哇這個組裝的時候 你真的是要 兩個人組裝 我當時一個人組我這個 哇雪超重 組得滿頭大汗 那這個希望會簡單一點 退場了 往下 我之前在跳的時候 別人說二段式這裡 會給腰額外支撐 那 CAPTO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沒有二段式 但他後面有一個設計 讓腰奶也有 很有支撐 那二段式也是很磁體型的 像 這種 我當時試作很多 那種二段式的這個二段 都不知道我腰那裡 所以 最後我才買了CAPTO 這個 二段式就在 這個腰那裡 脫針 射把 不是很紮實喔 這那麼重 感覺是中間的那個 氣柱 這個 也是要買比較有保障的 我之前看過人家 買很平的 椅子 然後它中間這個 爆啦 就噴了 這隻 他好像打氣筒 這隻可是要支撐你 全部體重的東西 然後再有附那個 六角 六角 七角 八角 六角 半 然後它那個 CAPTO的輪子 是超滑順的 噗流噗流的 這個應該是 一樣是紀念蘆 等等可以來 比較看看 當時是自己 滿身大汗的煮完之後 才發現你要利用它這個巨大的箱 把這個 把這個 這個很重的 這真的是滿重的 沒事沒事比較重 把這個很重的基底 放在這個箱子上面 之後 再來利用這個高低落差 鎖它的把手 那個時候我是煮完才知道 所以我煮的時候 我就 那是這樣扛著這樣 這樣這樣的話 這樣這樣鎖 哇賽 差點往生 差點在使用人體工學 拯救我的腰之前 就先把我的腰弄斷 正常椅子有分那個 網椅板 網子板 跟那個泡棉板 長期使用 假如你體重沒有很重的話 體重很重的話 用那個網椅的話 好像會有那個 它支撐度 還有很快會壞掉問題 但我們這種 正常體型的話 用網椅 透氣 像你用泡棉板的話 再按乾淨的人 你做那種泡棉椅 你過個半年一年 你用力拍下去 哇 那是整個宇宙大爆炸 所以 我推網椅 別人是說網椅會有 之後會有鬆掉的問題 什麼的 但我自己那張 我們這樓算 應該也沒有到過手 甚至我現在要終點發火了 但我最後一年 我那個還很緊 我下面還很緊 它的螺絲 是一包沒有分開 但你可以從那個 說明書 對 做猜測 它裡面有三種 其中有兩種很像的 這種看起來一樣 但它 一個是平頭 一個是上面會有那個 一個是要用六角鎖 一個是會 有那個 感覺像板手 可以反而動的那種形狀 兩個頭的形狀不一樣 它超像的 所以這兩個要分 我是用數量 因為頭整螺絲會有兩個加一個備用 那這三個一樣的 所以它是兩個加一個備用 這樣就對上了 扶手螺絲是六個加一個備用 所以這七個長一樣的就是這一組 扶手螺絲 鎖螺絲 金龍巨二鎖螺絲 椅背 三個加一個備用的 所以這四個一樣的就是這一組 這樣就對上了 第一個要先用我們的 扶手 我手撐沉 嘿 那麼 確認好螺絲之後 就可以開通了 它這個是可以這裡有個range 因為阿豬體型偏小 所以我預計是往內收 這樣也比較好對 全部都 在同一邊 一樣不要一次鎖死 不然有時候它 一邊被咬斜了 另一邊就 不好睡 要這樣 123 123 大家輪流轉一點 這什麼事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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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箱子是絕對要的 等一下 這也可以調節它那個 我記得是 你 鬆開 就是它那個椅子 可以變成 可以往後躺的時候 然後這個是那個 往後躺的時候 往前 扶住你腰的那個力度 可以去調整 因為你就是這裡調節的時候 會去 會去 會去觸發這裡的那個 可能是要靠那個 體重做上去之後 才會完全的 安裝好 要幫忙嗎 不用 哇好心動 這樣就完成了 87% 因為地下桌下去的時候 像不像棄牙的棒什麼 可是還是會胖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請家裡 地位最低下的 我本人 來幫他試做一下 等等 這影片 不知道會不會拍到我直接 彈這個影片 哈哈哈哈 哦 哦 哦 這個頭整是可以交正的 會沒有很高 可是這整個都很棒 但當時試做到最後 我沒有選的原因 就是 它這個 腰內在推 呵護你把你推上去的那個地方 我想要的點是更上面 可是 它這個會推在哪 可是這對身高小的人 比較稍微 嬌小一點的人來說 這個位置就會剛剛好 所以 現在就請 阿豬進場 可以喔 喔 對 然後這個 這個高低 還有前後都可以 應該是會 前後都可以 哇 我的腳放得到地板 所以就是說 這張椅子是配 1與5 3 好 你自己抱了 OK 好 剛才說腰痛的問題 Countle的腰椎也是這個設定 這個可以去調整它那個往前推的力量 那這個 上下也是可以的 很多的Band 比較一下兩張的Band 那個 好 我再往一次看一下 對 可以嗎 會太緊了 會 而且我不能直接躺 它會躺嗎 對啊 呃就是 所以我睡覺的時候還要這樣很久 沒有啦 就是 呃 現在是 打開它的那個 然後接下來 這邊有很感嗎 這裡啊 這個 它全部的操作都在這邊 鎖起來 仰腳啊 很癢 這邊有拿我那隻做實驗 就是我很用力這樣晃 它還不會倒 但我沒有用過這張做實驗 所以我很害怕 開之後 你要用力往後 壓一下 你會聽到一個 聲音它就回來了 這樣 好你再試一次 喔喔這個就比較輕鬆 好 然後你試著 把它鎖起來 往內退 往內退 有嗎 沒鎖到 趕快拉在躺 再往內鎖 嗯 看 在嗎 那鎖起來了 沒有啊 沒有啊 起來我看 啊 因為你剛剛在 那你嚇了啊 那我一捅就捅就去了 我們頓位又不一樣 呵呵呵 然後鎖起來是不是 往內退 內退 對 這樣就鎖起來了 屁股之後 嗯 嗯 有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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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課程結束 謝謝 好 駕照拿到 駕照 雞腿好像駕照 這頭枕我就越來越覺得 現在我覺得 頭枕超舒服 完全就貼合我的坐姿這樣 所以其實 你覺得頭枕還不舒服的時候 以我這樣一年的經驗下來 可能你需要 損失的是自己的坐姿到底有沒有問題 就是 為什麼你的坐姿 人體工學 你明明要那個 符合人體工學 但你覺得很不舒服 你可能要拿個鏡子看一下 自己的坐姿有沒有問題 對 OK